我听说是你要参加这个主场 要请我来给你助阵 对 我一口就答应了 谢谢 也借此机会 咱们再聊聊天 再闪回闪回 咱们年轻的时候 是吗 是的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你看看 五七年 还花好月圆 对 不是五六年 五七年 五六年我还在中系学习呢 对 我中系学完了回到沈阳 刚演了一个通甘共苦 这个郭威 对 就派赵文发副导演 到沈阳去见我 对 这样说叫我派赵树里那个小说 郭威给他起了个名叫花好月圆 对 让我去演那个 灵芝 不是灵芝 叫我演玉梅 啊 玉梅 后来我说 我不愿演玉梅 我想这个从农村到城镇去学习中学完了以后 回到家乡 改变自个的家乡这么一个女青年 对 这个青年叫范灵芝 我说我演这个吧 叫我变变形 要不我演老演像白毛女那种苦孩子 她说行 这样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就认识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年轻的上海人 疗异的小尖子 那时候不能说你现在不好看 现在是因为年老了 对 那个时候你年轻啊 那个漂亮啊 谢谢 而且性格也那么开朗 所以我们一下子就成了好朋友 好姐妹 好姐妹 这个好朋友 生活当中是好朋友 经常你来我往 对对 到神谷里家吃饭 对对对 到一块去谈心 对 一块研究剧本 对 结果电影里头咱们俩是演的也不是对里面 反正不是一路人 对对对的 对的 就这么着我们两个就认识了 对 一直认识到 那是第一次认识 你从长春调到从辽艺 从辽艺 辽艺 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对 找到了小村 那个摄影 你的现在的丈夫叫崔登高 对 是吧 对 我叫他小崔 你找到他这么一个爱人 于是人家留意呀 也不愿意放你 对 你呀就愣要到长春去 对 怎么到了长春 对 到了长春呢 后来经过各种各种的周转吧 到了四川 对 到了四川呢 我呢 又到了四川全排那个法庭内外 对对对 又看到了你 开心吧 觉得这个朋友又见面了 而且感觉都那么亲切 这次比上次更亲切了 还看到你妈妈 你妈妈长得特漂亮 我告诉你 不赐于你 喜欢吃糯米 加猪油 加白糖 吃的那个饭 哎呀 我们真羡慕 那时候也生活也不像现在这么富有 你妈妈对我也特别好 特别喜欢 经常在我那口袋里给我塞钱 这个 从那儿呢 我没有认识了 他的大儿子 你的大儿子 你的大儿子 然后又看到你的小儿子 你的大儿子 后来呢 你又写了个剧本 自写 自编 自导 自言 金丽老师 还有这个本事啊 哎呀 人家鼻杆子也行 人家嘴头子也行 人家写的也行 人家比我有才 哎呀 哎呀 这个 这个就算他主演 哎呀 你们大概都不知道 大爷 当然了咱们也事事求是 当时啊这个并没有很成功 很轰动 并没有像你青年一代那么成功 对 这个 然后你就想离开这个四川 对 离开厄美 你就给我商量 给我商量 你说我想离开这儿 然后你想到深圳 后来就告问我 同意不同意 我那时候思想啊 也不是像现在这么开放 哎呀 我深圳的咱们能适应吗 但是我想 你又敢闯 又有领导支持你 我去 对 然后他就听了我的话 也就是金迪老师 每一个重大的决定 田老师都参与了 对 对 他就听我的 我也就 也就不自量的 也就给他出主意 后来我就说去 他就去了 到那以后就到了深圳 电视台 是吧 搞创作 对 在那他又搞了不少工作 您去过深圳 那个金迪老师的家吗 我去过他家 去过家 在他家呀 都吃的呀 像过年一样 天天给我好吃的 哎呀 他领着我呀 到深圳各个地方去转 买香皂 买衣料 买小手卷 而且他还领着我 到的渔村 对 那时候已经富裕了 这渔村 对 那个渔村呢 都是漂亮的房子 我每次到深圳 我每次到深圳都到他家去 对 每次深圳都到他家去 所以你们真是好朋友 好好看 后来我又到珠海 拍了一个电视剧 从电视剧拍完了 他们都回来 我在他家住了好几天 对 又在那住 听田花老师一讲 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是